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请你做护理员 贴身照顾长者 你会不会考虑呢 但你这份只是三个月短期合约工 安劳院舍护理员正常月薪 其实只有万几元 业界说人工低 往往很难流传年轻人 但人口老化 对护理员的需求又越来越高 要怎样解决呢 张姐在元朗这间安劳院舍做护理员 每日早上11点 她准时送午餐给院舍的公公婆婆 吃饭了 慢慢吃 叉烧来的 对 没错 要洋葱 菜参 对 慢慢吃 对 是的 好不好味 好啊 那又多吃点了 吃完饭之后 她还要帮老人家转身 但张姐已经62岁 一个人的体力不够 很多时候都需要找多个同事帮忙 不用紧张的 放松一点 不然我不够力了 知道吗 放松一点 我们转身了 慢慢 嗯 来 猫子猫子 猫子 猫子 这里 张姐在安劳院舍做了二十几年 她说多年来见到很多年轻人入行又辞职 但来来往往普遍都做不长 以前都是有年轻人入来 那做着那些员工教他学习 他又走 做完事学习了他就不做这一行 他自己有理想去做第二一行 很少做这一行的工作 有学生他说这里人工低 他说出去发展多些 疫情最严峻的时候 这一家安劳院舍所有老人家都确诊 张姐说部分年轻人的护理员 因为担心染疫而离职 支撑他继续做下去的 是与老人家之间的一份情 一个妻子当初的时候 这个疫情是放弃自己 他说为什么我病了这么长时间 他又不吃几天 他说我不吃几天都会死 都还没死得 其实一天一天又探他 又喂粥水又喂奶 又吃过骨 又白粥饭 各方面都喂他吃 现在很精神 有些妻子对我更加深过家人 他说你这么辛苦 不要休息一下 坐在这里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是靠他们一路去并肩作战 如果你说一些年纪较轻的 甚至是他们有一种恐惧 担心 而临时离开了这个职场 所以我们是靠的 做得久的 对这个行业有感情的 还有他们投入了这个行业之后 又没有想过去转行的 这一班我们叫中坚分子 这一班学员参加了由雇员在附训局提供为期三天的护理课程 今天第一天上课 他们先和导师王杰鱼学下如何帮老人家梁蜜薄 三四手指摆下去你就很容易摸到 大家现在自己不知道摸摸到 摸到是不是 非常好了 那现在我就帮你摸摸 我们是用每一分钟来计算的 所以我就会用一个 我通常用这个秒針杯 我会挂在这里 很多时候是70 一个range的话是60至100 在书面讲都是正常的 但老人家就比较慢一点 我们老人家那个就是60至80 我们都说是正常的 所以我就当这位是老人家 通常你考试的时候 你在哪里摸 我就会在另外一边摸 你什么时候开始数一分钟 你说开始 我就摸一下 用三只手指摆在这里 我现在就在这里数 正常情况下 雇员在附训局的健康护理课程 要读八个星期左右 但疫情下院舍护理员人手 严重不够 部分课程大幅缩短去到三天 希望培训到一批护理员 短时间内可以去到院舍开工 但培训由两个月变成三天 是否真的可以呢 为什么用氧气标 他未见过 可能他会觉得很复杂 但当你给他一个 指动明白的时候 其实他们是不难上手的 我会看到他们的表现 我觉得他们其实也觉得 是可以接受 很明白的 但这些 如果你真的不说的时候 他们就真的一头没水了 还有我会觉得 他看过见过 他们的心是没有那么害怕的 到院舍的时候 他觉得 我也知道了 这是什么 他认同这些征修班 只可以给学员学习基本知识 暂时舒缓行业人手短缺 学员如果想长远在业内发展 始终要再进修 这个征修班 我们就只是冲要 我们真的想他 落手落腳去做到的 但你说之前有没有用呢 其实那些理论 就是支持他 如何做得更加好 譬如他知道这个病了 譬如我说失肢症 他有什么问题 那我们可以明白到 理论的时候 他去做的时候 更加多的体量 我觉得理论是支持是需要的 譬如我们说到 关于刚才说的一些急救 即是老年人在院舍里的急救 或者一些药物的认识 其实是需要的 但李辉说 就算年轻人愿意入行 很多只是做一段短时间 案务院社长期短缺 大约两成护理员 他认为行业临着 年轻人其中一个原因 是护理员的月薪平均 单只得一万四千元去到两万元左右 薪金和付出不成正比 没有什么新血加入 其实跟我们整个社会 对行业的理解 是真的有少少偏颇了 因为有很多人觉得 这个行业有些负面的标签 那些年轻人他们向上流 他们想他们自己的职业阶梯 去找一份高薪厚绿 甚至是一份舒适的工作 那这个都是人之常情来的 但是社会的每一份职业的职能 都是有它的价值在 社署上个月就已高达三万元月薪 招聘三个月 临时合约照顾员 去到社区隔离设施 和站托中心照顾长者 吸引了5500人报名 李辉相信这个工资 对年轻人有一定的吸引力 但问题就是私人院社 根本不可能被这个薪金 那它作为是一种商业运作的模式 它一定要计算它那盘数 那如果你说它要给到三万元的人工 它根本是營运不了下去的 你租金、人工成本 长期要私人的营运者 去承担一个这么昂贵的薪酬的话 那它一定是成本效益方面 变成它就是一个涉本的营运 它是给不到这个价钱的 勞工及福利局长罗志光 在刚刚的星期日在网子表示 未来安务院主体发展会议 合约院社为主 赴以院社服务券以及买位制度 按路事务委员会认为 护理员薪酬不足是结构性问题 要解决始终要靠政府出手 除了本地照顾员 社署上个月起也在内地招聘2,000个短期 合约照顾员 月薪同样高达30万元 林静才相信输入外地护理员 会是大势所趋 其实这种叫救命的情况 我们每天在安务院都发生着 我们10个员工 我们只有8个 请到8个人 可想而知 那个 就是那个 那个恶性的循环 不断出现 香港我们有 大概 差不多有40万的外傭 这个都是一个相当庞大的 一个外劳的市场 其实我们的安务院 就和这个市场很相近 都是照顾人 都是照顾老人家 如果我们没有外力来帮我们 我们是解决不了的 安务院舍引入外劳 已经讨论多年 但是反对声音不绝 怎样平衡本地劳工市场 还要等政府和业界讨论 时事多面看 今集时间够了 拜拜